鏡頭焦點轉回國內 來看到高雄古山發生了在衣櫃藏屍體的命案 警方逮捕了屋內的姓陳的嫌犯 陳姓男子疑似因為和許姓男子間有詐欺案債務糾紛 涉嫌持皮帶等器物將對方傷害致死 連同陳姓男子的姐姐 還有女性友人等人都遭到帶回偵辦 而最新消息掌握到法院裁定 陳姓男子積壓禁見 另外兩個人請回 高雄古山美樹東六街一帶發生藏屍命案 警方接獲陳姓嫌犯母親報案 到場後發現許姓死者坐臥衣櫃內 頭腳被袋子套住 身上有多處外傷 立刻逮捕屋內的陳姓嫌犯 陳姓男子公稱他和許姓男子都是詐欺集團成員 因為債務問題把他帶回家 期間曾發生多次衝突 五號凌晨鬧出命案 他找來姐姐和呂姓友人 想將遺體運出並滅證 沒想到母親回家 發現他神色有意 警方七號上午一併逮捕陳嫌二十六歲的姊姊 以及屢性嫌犯 並查扣沾有血跡的皮帶 懷疑就是凶器 檢方認為三人犯下殺人等罪嫌 向法院申請羁押禁見 記者陳煥與孟昭全吳其昌綜合報導